人气低 我想问问影响我生活吗 影响我对生活的这个体会吗 影响我玩这个最新的手串吗 有没有识货的懂得 知道我为什么玩它吗 就是因为懂的人太少 不想趋同 不想跟所有人一样 闻完闻完 玩这个东西 首先占两条 第一要闻 第二要玩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松子 一种特殊型的松子的外壳 那这个松子以前是谁玩的呢 最早是皇上玩的 哎 想说造办处为了讨皇上的开心 所以在这个松子上下功夫 做了一个什么呀 是一条狮子头的鱼 这个松雕它难在哪呢 所有玩雕刻的都知道 它这个东西它越薄 它越不容易雕出立体感 但是看一下这个雕的 你就从我看吧 这么着能看清了吧 来看一眼啊 虽然它很薄 但是它整个的这个立体感 看到吗 雕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这个东西皇上看了以后 哎呦 不错 振心甚悦 这个一开始就是所谓的 达官贵人玩 后来很多文人雅士玩 为什么文人雅士玩呢 是说皇上玩这东西 他就玩嘛 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玩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它除了像橄榄盒一样 你玩完了 它外面会有这个包浆跟油脂 那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你把它放在手里面 你盘过 你玩过它的手 你一闻 看看什么味儿 淡淡的松香味 这一下就哑了 所以这个东西之所以说 被这个就是个别的玩家喜欢 是因为它够雅 但是它又感觉好像是 哎 很随意 我家里吃的松子 我随便拿来 感觉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这两点就占了 我特别喜欢 就我以前对文丸的感觉是什么呀 就得是这个 知道吗 首先得符合自己生枪 第二 它必须是古董 第三 就这东西 看到吗 有人拿着枪进来了 你直接啪 一扔 有可能把枪夺过来 跟他说 躺下 看到吗 能保护你 一举三折 有故事 我必须得是一眼 看这东西 就得是尖货的东西才玩 但是近两年 不再喜欢这种了 喜欢什么 喜欢这种 你乍一看 人都不明白 我做什么玩意儿 弄松子 但是你了解了 你细玩 你一参与了 包括我 我跟你讲这东西 因为我没推荐给身边朋友 我如果推荐给身边朋友 完了又疯了 出门估计人手都一串 因为这松香味 真的特别好闻 你知道吗 你们家里下次吃松子的时候 你试试 握一把时间长一点 然后你闻一下 就它这壳上 你闻着那个香 你觉得 就这种小感觉 对松木香 而且是特自然 特淡雅的那种 所以这个挺好 然后中间这一颗 是一个看到吗 带皮壳的 这是一带皮壳的 一份贵不贵 兄弟 首先如果你谈钱 这个东西我就不玩了 你花钱 你马上就能买得着 这个你马上拿出钱来 你说现在我就要 它没有 明白吗 它没有 他没有 这 你 谢谢观看